一线一线来回交错 依序编织固定 这是高密度精织工法 小小一双袜子 重要的环节都在这 画面上一排员工 去盘重检整齐工法 后续经过一连串工法法官 环保机能袜就此出炉 这里是张袜射头 是台湾厂袜重镇 但近几年传统产业面临极大挑战 转型就是找品牌 品牌商 那他们会追求就是 环保的材质 像我们原本是做蹄花 着重在说袜子蹄花 那废杀会比较多 就是我们会花很多时间 在讨论说要怎么去做 选杀跟加工的方式这样 过去社头都是家庭代工生产 荣光时期达到四百多间 近年来已经形成到一百以内 钟先生从纺织起家 改良袜屏品质 致袜材十段尺寸 以永续环保概念为主 成功创造转型商机 之后整个社头的织袜厂应该超过四百家以上 但是现在可能生下挺多一百多家 而且有一些都一直在萎缩了 因为台湾以前都是以代工为主 所以如果做代工的话 追求就是速度快 然后产能高就好了 他不会去注重那个产品的品质 但是我们现在把它升级 我们做这个品牌 就是希望带动整个织袜产业的升级 以永续为概念转型出发 中先生看准未来以减碳环保为潮流 结合自家生产工法 以宝特瓶作为纺织原料 台湾统计 每年回收四十五亿只宝特瓶 这种塑胶废弃物 需要四百五十年才能分解 袜子品牌商用宝特瓶当原料 再造重生 两只宝特瓶做出一双机能袜 外叶不断在转型 现在是走永续发展的路线 像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线轴呢 就是走环保材质的路线 透过整个机器的生产 就可以生产出充满环保意义的机能袜 飞进华德平经过加一压粉碎 再透过层层加工 做成纸粒 接下来进行青花混访工程 白红浇作的原料经过混访之后 来到下一关 通过机器操作 向布布班往下 这一关是书棉 主要是把纤维各式分离 进而去除棉结杂质 来到最后一关 一整排的棉线已然成型 这关经书流程 让棉线纤维均匀纯粹 连结各段成为完整的棉线 变成袜场 伸长袜子的重表来源 我们一双袜子 它就是用两个保特瓶 做成衣服 它越到保特瓶更多 但是未来 就是保特瓶还是需要回收 因为它还是没办法直接分解掉 未来的那个永续的 一定是走那种生物基的纤维 它就是像玉米 然后它做成销素之后 不管是衣料 或是做成袜子 它以后是可以回收 它整个是可以 埋到土里 是分解掉的 看准环保趋势 业者表示采用环保材料生产 虽然成本较高 但往往可以节省燃枕过程 减少大量用电用水的燃枕部分 降低废水盘放负担 未来2050年全球净零碳白政策 结合社头过往的织袜基底 以环保为基础 转型出发 搬转传产 新思维 客人它是使用环保材质 然后它提供我们这种纱线 然后我们机器做成成品这样子 然后到 再到附近的那个缝合厂 原料商 然后到我们制造 到品牌商 我们就导入ERP系统 去就是管控制造这样子 循环 这个资源 资源循环 零废气这个部分 把它类为 将这个纺织品类为 十项的关键策略之一 那所以 现在我们的很多客户 已经要求我们厂方 要改用这个薏米 这个生物纤维 或是再生纤维 来制作袜子 传统产业备受挑战 全新思维经营 打入环保概念 产出新型袜品商机 TB的新闻六号来明 台中彰化 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qsxsxsxhqsxsx3 osxsxsx ko